站在鏡前面 打開你的手機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會透過真人發聲給指示你 按開始掃描然後按照指示完成掃描 除低牙齒 關掉手機的靜音 然後跟著螢光幕的指示做 將你的手機放入手機座 將你的管型牽引器連接手機座 正確連接後你會聽到卡一聲 一隻手按著手機固定scanbox pro位置 另一隻手拿著管型牽引器 先放管型牽引器一邊入口 然後放另一邊 正確放入後你應該不會覺得有任何不舒服 同時全部牙和牙肉都應該清晰可見 請確保你的牙齒是在相機鏡頭的正中間 你可以打橫輕輕調節你手機的位置 或者按旁邊的按鈕上下調節 掃描時語音指示會逐步講解做法 好 現在開始 這個步驟需要你保持咬緊你的後牙 請點兩下螢光幕開始掃描 聽到相機聲時開始移動你的頭 將scanbox pro移到一邊 現在將scanbox pro移到另一邊 保持scanbox pro的速度和螢光幕上的進度線同步 盡量掃描到嘴的兩邊拍攝後額 如果覺得有困難 你可以試試把頭向scanbox pro的反方向另 返回中間位置 如果有需要重做同一個步驟 你只需要點重啟 下一步你必須微微張開口 然後掃描嘴的兩邊 點兩下螢光幕繼續 張開口自剛剛夠伸出舌的闊度 下一步你需要張開口 然後上下掃描 請點兩下螢光幕繼續 將scanbox pro向上 將scanbox pro完全向上 直至你見到你的牙的咬合面為止 如果有需要 投翼可以同時向scanbox pro的反方向移動 將scanbox pro向下 返回正前方 反回正前方 帶上你的牙固 這一步需要你的牙保持分開 不要咬緊 請點兩下螢光幕繼續 將管型牙引器從口裡脫出 然後拿著手機左 再將管型牙引器向前拉出來 你可以慢慢檢查一下自己拍的掃描 如果發現沒有跟足指示拍的 可以重拍 如果檢查過沒有問題 你可以立刻發送 就是這樣 現在到你試試拍你第一個掃描 啦